台中的海沙坡拜祭有發現四隻木瓜頭海公克山 今天有兩隻狀況比較好的是送去隔壁人照顧 順利把他們放回去大海 不過今天在廟裡的通宵有發現一隻木瓜頭海公克山 六位是救不回來 當上失望 海巡到三天跟木瓜頭海公送回去大海 台中就是拿沙坡 撤北救完成功的兩隻克山的木瓜頭海公 讓送到隔壁人八道海域生經營救上沾收容 在團隊的照顧之下 經過一天下午睡 稍後早 團隊把他們扛出水滴 換上運送車 過程當中直接壓水保持適度 在那時候送去隔壁人數當北風海峽成功壓風 那非常令人感動 那也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這個救援團隊 還有市府跟海巡弟兄大家的協助 這的木瓜頭海公一開始讓林祖是優惡 用過的手衣 砲長 隔壁都是木瓜頭海公 全到木瓜頭海公的頭 當時他身體是他現在流山形 將年能夠到2.7公車協同分佈在日台 和日台的開放性海峽 台灣花蓮來當海峽有當地可以看到 他軍替外島為主 不是看過很多的的人 應該沒有辦法區分這兩個物種 再次的確認 比如說頭的形狀 胸臍的形狀 以及牙齒的數量 讓我們確定它又是一個花頭筋的隔壁 使用木瓜頭海公的海峽生 菁吞久上沉 可以使用中部一百花東地区的 剋甩外體菁吞海骨 菁吞學會上完幾天 還有冠風作回到三天運作五年以來 守候人體受傷的海洋動物 菁吞它在岸上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福利 它完全是身體是壓 壓破的狀況 我們不會讓菁吞離水時間太久 所以如果可以 我們會儘快的運送 減短運送的時間 讓它儘快的進入水池 這次救完也許是今年剛才 木瓜頭海公的受傷案件 如果拿到頭上通宵海水游泳 要同步一隻外體木瓜頭海公 客山 雖然在海巡處理之下 相當救到 要再送去京吞救最早 不過這隻木瓜頭海公因為受傷緊張 最好是無法救回來 記者綜合報導